防疫清销不间断 吉安湘工所清洁队除了是持续进行预防性消毒之外 也同步双管旗下进行登革热防止作业 开启了今年度第三次18春喷洒药剂的日程 从9月6号开始一直到10月27日为止 展开箱内寻回防止并没闻的消毒作业 清洁队员拿着喷枪沿着路线 针对路边的花圃、水沟等液积水处来进行消毒 这是吉安湘工所9月6号开始一直到10月27日 在全乡18个村展开的巡回室防止并没闻的消毒作业 9月6号开始一直到10月27日 是吉安湘进行第三次防止登革热的工作 请我们乡亲攜手跟吉安湘工所一起来巡道清刷 把我们家户的花盆或者是积水容器能够检视清楚 把水掉掉然后把它清洗冲刷干净 我们看到平常如果是抬高市的这样的消毒工作 就是我们防治疫情做清销 如果看到我们针对于地面水沟铺面 就是为我们的防治登革热来作为一个消毒 消毒工作不能停 双管齐下我们一起来做 吉安湘各村将依序进行为期两天的喷洒药剂日程 如果当天遇到下雨会安排在全乡喷洒完毕之后再另行施作 而预防登革热使用的环境卫生用药 在经过稀释调配之后对人体不会造成危害 不过还是建议民众可以事先把放置在户外的衣服收起来 家勤家处等要移到其他地方并且紧闭门窗 请乡亲们多加留意 借徐丽琴吉安湘报导